观众朋友们,今天又到了言归正传的时刻 今天我们聊个什么呢? 我们聊见了大事儿 中美关系出大事儿了 您说出什么事了呢? 那就是美国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助理沙利文访问北京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中共这一次是特别的重视 不仅是王毅跟沙利文单独会谈 接近三个小时 在接着29日的下午 习近平接见沙利文 然后外交部清朝出动 王毅、马昭旭、花春莹等一伙大大小小的喽喽们 都跟着习近平见沙利文 沙利文带来的团队 以前都是没人注意 但这次中国的官媒也特别的报道 说这个阵容可谓强大 因为这里面的人大多都是中国通 会说中文 所以你敲了吧唧要说一句敲敲话 人家听得懂 这就是不寻常 更不寻常的是 29日的上午 沙利文还专门会晤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右侠 大家知道 为老张右侠在三中全会 那可是有很多的传闻 有的说这哥们把老习给低留起来了 取得了权利等等 说法不一 沙利文就到了八一大楼 见张右侠 所以整个事件说明 沙利文的来访不同寻常 但是划开两朵 各表一支 我们还得先从沙利文为何要访问北京说起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拜登政府十日不多呀 大家知道 11月8号 美国就要进行总统选举 就要出结果 无论是哈里斯还是川普 总有一个成为新总统 那么在明年的1月 就要进行总统交接仪式 所以时间并不多了 拜登政府呢 自己也说我退下来 叫上安心 把这几个月呀 这个事务做好 把这个官啊 给收好 什么习近平又这么忠实 沙利文的来访 按理说可以不待见呢 像布林肯一样来了 冷冰冰的 也没什么能对他怎么样 完全可以采取这样的一套方式啊 但这次啊 选择一乎寻常 我们就要说了 为什么沙利文来北京呢 原因是啊 拜登有他的想法 在最后几个月 特别是美国总统 这种权力交接的过程中 不要出大事 特别是中美 管控好分期 不要爆发军事冲突 我们如果关注国际形势 您就会发现呢 其实可谓危机四伏 我们就说台海吧 这个赖清德上任以后 因为赖清德被称之为 这个台独今孙嘛 有很多政策 跟之前的啊 李总统就不一样嘛 他就引起了老习的啊 这种高度的关注 老习啊 甚至颁布法律啊 反分裂法啊 要让台独分子啊 粉身碎骨 然后军机啊 军舰老台 并且中国的军方 那种发言 也是咄咄逼人 很早就有传说 要在美国总统 换届期间 怎么样啊 发动这种军事攻台 在蔡英文执政期间 啊 莱西佩洛西 议长曾经访问台湾 也是闹出了很大的震吼 啊 中共把整个台湾岛包围 甚至啊 啊火箭还飞越 啊飞越台海 啊飞越台湾的领空 啊表示一种 那我要打理 轻而易举 但是台湾 在美国军售的帮助下 也开始不断的扩充 军事的力量 你中共打台湾 打不打得赢 还另说了 台海紧张啊 啊接着又我们再看 南海 啊菲律宾跟中国海监船 在啊一个啊 着陆的一个就舰的补给上 啊经常发生冲撞 菲律宾要送给补给物资 给舰上的人员 而中国啊 海监权是阻止 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说双方达成了协议 平和了 啊现在又来了 啊前不久 中国的海警啊 扔起大阪府 把人家的一个 指头给砍掉了 所以这种状态 非常的紧张 啊美国印太司令 就发发言说啊 啊讲话啊 就说美国跟菲律宾 是有安全护卫协议的 我们是盟国 啊如果菲律宾感觉到 补给有可能 美军上 美军可以帮助你 共同完成这个任务 那你想要是美军出手 那美军的脾气也不太好啊 那是不是中美之间 就会爆发一场军事冲突了 大家不要小看军事冲突 这个军事冲突啊 它可以升级啊 那人都有脾气嘛 然后你啊 打我一枪 我打你一炮 这美军一反 一导弹 叭击 把中国的船打沉了 那这样就很可能爆发战争嘛 还别说南海 再说东海 中国26号 中国的一架军机 进入了日本的领空 这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停留两分钟 虽然被美国 被日本 自卫队 飞机给驱逐 但是 引起了两国很大的争执 日本非常的愤怒 提出最强烈的警告 召见中国大使 因为这是二战后 从来没有出现的事吗 原因是什么呢 也就是在之前 中国在浙江 进行军演的时候 日本就派军舰 进入到中国的海域 它待的时间 还待了二十分钟 中国的军机 只是两分钟嘛 人家待了二十分钟 来观察 中国的航空母舰 所以啊 这对中国来说呢 当然中国技术差一点 可能先也没发现 在一个日本 他比较恨 他也不理睬你 就这么进来了 你敢把我怎么着 所以这一次 军机进入菲律宾 进入日本的领空 可能就是一个报复 但是 日本现在 已经成为一个军事大国 航空母舰都在造 理想二战期间 人家有二十多艘航空母舰 那技术 成熟到什么地步呢 日本的三菱重工 那都是高科技呀 再其次 日本军备 也是投入 基本上跟中国是摒弃呀 但日本的经济实力强啊 所以这样一来 两国本来就有历史的数月 如果真的爆发一战 那就是百年前甲午战争的重演 当然日本肯定会取胜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美国怎么办 美国跟日本有安防协议呀 一旦发生战争 美国就要参战呢 那是不是美国就卷进去了呢 所以说拜登政府啊 要急于在最后几个月 要保证在权力交接时 不要发生大的军事冲突 而目前来看 最大的军事威胁 就在中国 这是其一 沙利文来访北京的目的 第二个目的 就是俄乌战争啊 大家知道俄乌战争啊 现在进入了关键的时刻 2022年2月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当时说一个特别军事行动 这普京呢 也不知道脑袋里 哪跟选人打错了线 他短路了 他就认为了 大概就是几十个小时 或者说半天时间 就拿下了 就像2014年 拿下克里米亚半岛仪啊 然后就庆功 自己的支持率是狂飘 又演了这么一出 但是没想到 这一脚提到了铁板 2014年的总统是谁 今天的总统 可是泽连斯基 普京的 小看了泽连斯基 世界也小看了泽连斯基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哥们之前 是演喜剧的 一个隐心 支持率很高的 观众率也很高 逗得大笑 哈哈大笑 但是这哥们 可真的不同寻常 我就发现 这个演员搞政治 似乎都有天分 你就像里根总统 英文叫雷梗 人家也是好莱坞三流隐心 但是一旦踏入政坛当总统 当的是风生水起 这个不寻常 泽连斯基也是一样 历史给他提供了舞台 说普京要入侵 泽连斯基说 那你有本事你就来 普京真的来了 人家也不怕 结果把特别军事行动 打成了一个持久的战争 这普京可就有点 掐不住了 所以普京就在盘算 就说了这个川普 可能当选美国总统 所以我要在川普来之前 多加大一点攻势 多占领一些乌克兰的领土 为将来乌克兰局势 美国改变政策做准备 但是没想到的是 这拜登忒坏 这老拜登他退选了 他不干了 哈里斯又是女性 又是一个多主义的 并且 这个川普就怕他呀 因为川普现在是重刑犯了 而 人家哈里斯是总检察官 原来加州总检察官了 这不是老鼠欲见猫吗 这选情的是嘎嘎嘎的往下跌 嘿 这叫麻烦了 在这个时候 泽连斯基出了一手 就叫这一仗啊 打得真漂亮 怎么这么说呢 你听我道 道来 泽连斯基啊 泽连斯基啊 他采取了隐秘的军事行动 在八月六号的时候啊 他突然进入到了俄罗斯的境内 叫库尔斯克 现在已经占领了一千五百平方公里 你想着泽连斯基打了两年半 也是搞了八百多平方公里 他现在他搞了一千多平方公里 你说这仗打的 整个形势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 这普京啊 他傻眼了 这个时候 这老习就麻烦了 普京就说呀 这这乌克兰侵略我们呢 那你国际社会难道都瞎眼了吗 怎么就不谴责了 但是这话说的 那你之前你侵略人家 他大家不都发生了吗 一百多个国家谴责你 现在人家打回到你的领土 不是很正常吗 这不是一报还一报吗 这就是报应实诚未到吗 不是不报吗 所以谁去说呢 你说中国怎么说 中国谴责乌克兰 那谴责不谴责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呢 所以这个事就不太好说 普京心里就不高兴 这个金正恩小胖子 他就说我谴责 你谴责没用 你分量太小 人家不搭理 习怎么办 就采取一件办法 就派李强总理 访问莫斯科 又派中国陆军总司令 叫陆明桥 去访问 表明我们跟俄罗斯兄弟般的友谊 这个时候老拜登是看在眼里 他必须给中国一个警告 也就是说呢 你中国如果再进一步 那么美国的制裁就到了 中国最怕美国有一个制裁 这可谓大杀气 说起来 它跟武器还真没关系 它就是一个金融制裁 也就是说你一旦中国参入到战争 那美国就把你中国银行 从国际清算系统里面给滴溜出去 提出swift系统 那么你就没有美元 换不了美元 因为你拿人民币跟人家做生意 人家不要啊 还是要美元呢 那怎么办 你就没美元 那么中国的经济 那几乎就是断崖式下跌 那老习要撑得住嘛 所以老习不敢这样做呀 怎么办 就派这些官员去表示一下 就说哥们啊 你也不要太伤心 因为你哥们先做了坏事 我们也不好说呀 现在人家打理活该 但是呢 我们也跟你安抚安抚 只能做到这样 但拜登啊 他还是很担心的 因为他知道这个独裁国家呀 他没有理性呢 是吧 你说那个民主国家 很多事情 要经过议会的辩论 不行 通过法院三权分立 他可以制约你 你说个习近平 他哪一天喝高了 他说派军队入侵乌克兰 帮助俄罗斯 叫抗美援俄 你说他不能做吗 可以呀 因为你从理性上说 他不会 不应该 因为对中国没有力 但是独裁者 他不受制约 就像金正恩一样 把姑父 炮狙 用大炮 打 打姑父 你说这是 能做的事了吗 但是独裁者 他不是能嘛 他就是 异类 这个跟能不一样的玩意儿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得打招呼 告诉你 老西 有着点 别过分 你否则 那我们对你不客气 这次 撒里文 来访美金 第二个目的 第三个目的 也就是被海外 这些谣言反共的哥们忽悠了 他也觉得 好像有点不带劲啊 因为在三中全会期间盛传 这老习中风了 走到 这个主席台前 正要练报告 突然叭击 摔倒老一血 老嗝 紧急 拖进了一月三零腰 进行施救 所以啊 老习之后见 越南总书记苏林 假的 体身 还有人发现 这老习的老后部啊 有手术的应 啊 应激 嘿 你看 这个食品人士还真不容易 还要懂点外科手术 哎 我就不懂 我看不懂 啊 就听他们胡掰扯 然后呢 改革家习近平这篇文章是经过精心打造 并且在三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发表 突然 给下架了 然后又是北戴河会议 这老习消失了 有人就说 他被张有侠抓起来了 就像抓死人帮一样 这老习在干嘛 老习在监狱里蹬着了 去找薄熙来 两哥们下棋打麻将 嘿 你说 所以说呢 关于中国政局不稳 也出现了种种说法 那么 沙利文来了北京 就单挑要见张有侠 这样 跟张有侠在八一大楼就见了面 然后 他要从中观察 中国的政局是否稳定 老习也无所谓呀 因为张有侠嘛 本来也是他手中的一个丸 一个棋子 那你就见呗 于是 这是沙利文对中国的观察 其实美国呀 他知道独裁国家 知道这种权力的运作 所以他 非常的小心 就像奥巴马时期 奥巴马就跟拜登说 你去见见习近平 这哥们未来可能会 主导中国政局 你看看 他是个什么玩意儿 去揣测一下 所以拜登跟习啊 有几十个小时的交往 把他看得一门亲 敌而透 沙利文也肩负着这个死命 这就是沙利文来中国访问 三大目的 下面我们再说另一支 那习为什么如此重视 沙利文的来访呢 因为你看看布林肯 还有耶伦 还有其他美国领导人来访 中国总是一副 死猪不怕开水烫 一个 那个脸就像一个苦 憋着狼瓜 他就是那么一种 不大意见 烦 但是见沙利文 就是特别的 不一样 为什么呢 沙利文 见中国 见王毅 见之前的 都是杨洁篪 也都不一样 也没有什么好话 说的话呀 疾风是非常的尖锐 比如说 这个 王毅说 美国 不要用实力 沙利文 反群相机 读美国书 没有一个是好结果 对不对 所以说得很好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我们也得说一下 原因之一呀 就是 沙利文 是个狠角色 为什么说这样 对待沙利文 大家可以知道 2016年的时候 在奥巴马时期 国家安全顾问助理 赖斯 访问过北京 从此以后就没有人 踏足北京 国家安全助理就没有人 王毅呢 跟这个沙利文 好像还特别的有意 因为他们在这之前 已经在瑞士 在马其他 在新加坡 会晤了四次 都是敲了巴基 在底下会晤的 会晤完以后 中美双方政府 有很多事 都出现了变化 比如说军队之间的沟通 比说关税的问题 都出现了变化 所以啊 这沙利文 不通寻常 我们就要来 掰扯一下沙利文 沙利文是个狠角色 大家要知道 什么叫 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助理 顾问助理 安全助理 什么意思 大家不要混响 以为他是布林肯的部下 布林肯 美国国务卿 不是的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助理 他不需要认命 他是由美国总统直接认命 不需要经过参议院 这种审议的 他直接服务于 美国总统拜登 所以他是名义上叫助理 实际上你可以说 拜登政府对外政策的决定权就来自沙利文 所以沙利文对拜登来说 可以说是他外交政策上的一个拐杖 一切的权力 或者一切的方针 都是沙利文给他提供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中国想改善中美关系 找不到冷 找不到缺口 说找布林肯 那布林肯可是成熟的外交家 找不到缝隙 那么要看中了能够产生直接效果的沙利文 而沙利文也想通过跟王毅 跟中国的关系来缓和中美关系 来设立安全的护栏 所以他们见过很多 也谈过很多 沙利文这个地位 或者说在国家外交事务上的这种决策权 对总理的 对总统的影响力 所以决定了他的地位 所以我们不要搞混了 沙利文狠角色 是可以 很多事情是由他来拍板的 我们要说沙利文这个角色 其实可以往上说呀 到尼克松时代 尼克松时代 基辛格就是曾经的国家安全顾问助理 也就是沙利文这个角色 同时呢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国务卿一般在之前 都是担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助理 比如说基辛格之前就是最后变成国务卿 比如说布林肯 布林肯在奥巴马时期就是国家安全顾问 到拜登总统时期 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国务卿 所以这沙利文很可能就是下届美国国务卿 习近平王毅打着这个小九九了 再说沙利文 可不是一般的 1976年出生 是最年轻的国家沙 安全顾问 毕业于名校长青藤 耶鲁大学 是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拿了学位 然后就到 牛津大学取得硕士 最后又返回耶鲁 拿了法学博士学位 堪称了学霸 沙利文在中学的时候 在辩论上 沙利文历来都是头牌 历来就是账物不胜的一个狠角色 老师对他的评价很高 在美国未来领导人的排名里面 沙利文独障凹头 所以很高 无论是纽约时报还是其他的媒体 其实都非常重视沙利文 但沙利文有个特点 沙利文跟布林肯有点相像 就是喜行 这种不行于色 喜露啊 不行于色 你看到沙利文文字彬彬 他没什么表情 说话就是这么 你看不出什么东西 这叫臣服 恰恰跟中国的文化里面 叫大行不喜于色 他有点相夫 可能这也是中国政府感兴趣的 再其次我们还要说 沙利文 沙利文 不要直看沙利文 沙利文啊 这个家族 也是个狠家族 我们以前说过 布林肯家族 不得了 原因是什么 犹太人家族 那只无论从祖父 到父亲 都是有赫赫影响力的 沙利文 虽然父母 父亲是大学教授 母亲是高中教师 一个教育背景的书香 门第 但是培养了几个孩子 哎呀 那可是顶呱呱的 我们就说沙利文的弟弟 沙利文叫捷克沙利文 他弟弟叫汤姆 沙利文 现在什么呢 他现在呀 是布林肯国家 就是国务卿办公室副主任 你看他什么角色 沙利文的太太啊 叫吉啊 吉玛 吉玛呢 是现在司法部啊 司法部长的啊 这种顾问 你想他的地位 沙利文弟弟的太太 曾经担任过大法官的啊 这种助理 现在也是啊 卫生和一个安全方面的啊 首席政策顾问啊 是负责立法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沙利文的一家 他就是政治法律啊 他紧密结合在一起 他不是一个人啊 而是他的整个家族都在美国政治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习近平跟布林肯啊 跟王毅就是看中这一点 因为他们觉得 未来现在哈里斯的选情上涨 看来这老拜登 老川普有点撑不住 一旦民主党继续掌权 你想如果再干八年 那这十二年啊 那十二年间 那必须中国要处理好中美关系啊 所以现在就得投资 虽然这个 沙利文啊 语言语气 也很锋利 但是啊 还是需要沟通嘛 啊 说不定人家就是未来哈里斯政府的国务卿啊 所以正因为这一个 习近平需要拉拢 啊 需要跟沙利文先进行铺垫 因为老习要掌权终身啊 啊 到死才能交权力 那么还有漫长的岁月需要应对 最好中美关系又回到过去拥抱熊猫的时代 那么中国在经过几年就可以真正跟美国掰手啊 啊 这是老习的想法 但是 沙利文啊 非常的清楚 他的观点 这老习就是独裁者啊 这中国 他就是只会用拳头 用武力说话 必须美国 要在经济上军事上 要高科技上 对中国要进行限制 他的政策理念啊 就是拜登的政策 唯独啊 同时施以威胁 所以啊 在 沙利文时代啊 中美关系 虽然目前应该说就跌到了几乎濒临于冷战 但是中国跟美国没有爆发战争 台海虽然波涛云 啊 云鬼 但是也仍然保持着和平 在俄乌战争 虽然中国暗中啊 资源虚写 然后输送机床 微电子 但是也没敢走得那么远 这就是习近平跟沙利文 这一次见面背后的旋机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一样 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周的言归正传 咱们 解锁聊 好 好 好